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QNR的節目 我是QNR美姐 那麼今天 其實應該在說在昨天 昨天大家就都已經 Line的訊息都在跟我講說 南北韓要開戰了 大家在這種 這種消息的衝刺之下 總是會覺得說 心裡覺得股市會不會受到影響 再加上 這種消息的衝刺之下 昨天出了一點烏龍 艾斯摩爾提前公佈他的財報 他的財報 卻是表現得讓人家很失望 所以以至於 昨天的每股四大指數 全數皆末 不管是道瓊 貝伯 納斯達 S&P500 全部都是收黑的 全部都是收黑的一個狀態 所以使得今天的台股 也受到了波及 今天開盤 就已經下跌301點 那最低曾經下跌425點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只是雷聲大 雨點小 中場只下跌281點 我說只下跌281點 你覺得說 我用只這個字好像 好像很誇張是不是 281點叫做只有嗎 我覺得你如果說 從K線現在來看 為什麼我認為就是說 雖然下跌281點 我認為是好 認為是好事 因為其實行情 你如果說一直漲一直漲 會造成什麼樣的情況 會造成短線上的 雨月季線的乖離 越來越大 那麼到時候 你要續漲長長久久 那種爆發力就不會夠 而且也會存在的風險 風險比較高的一個窘境 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做出一個適當的能量釋放的話 今天量跟昨天差不多 做一個適當的能量釋放 但是他也沒有說那種 就是一根藏黑 然後大家一直拼命的砍殺 沒有 在盤中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曾經都還翻紅 那上市的指數呢 也跌幅收斂 最少的時候呢 跌到剩33點而已耶 剩33點而已耶 那今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昨天 昨天美股就收到這個 艾茲摩爾的 就是它的這個財報 那艾茲摩爾財報的重點 我跟大家解釋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它財報的重點 為什麼會這樣子慘 為什麼會這樣子慘啊 它昨天還暴跌了15%以上耶 因為說第三季的訂單 21 26億歐元 低於預期 低於預期 預期值多少 53.9億歐元耶 這可以說是腰斬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另外呢 重點是第二點 它下修明年的營收增長 至300到35 再300到350億歐元 那預期呢 是300到400億歐元 所以它下修明年的營收增長 但是我為什麼要跟大家講 艾茲摩爾財報 雷聲大余點小 我認為呢 在漲多 比如說美股 大余球 創高的 創立新高之計 那比如說 廢辦啊 甚至一些高科技股 都在創高的當下 都在創高的當下 遇到這種情況 大家一定會很擔心 可是你細細的去想喔 它下修2025年的營收增長 至300到350億歐元 那預期是300到400億歐元 那等於是上限值少了50億歐元 50億歐元很多喔 其實是很多的喔 你想說欸50億而已 但是我看的是什麼呢 我看的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什麼 你也許看到說 他下修2025年的這個 營收增長 下修了 上限值是50億歐元 那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說 營收增長這四個字 營收增長 有那麼嚴重說 它要跌15%嗎 有必要嗎 我認為這是過度 我覺得這是過度的反應啊 那另外呢 2025年的毛利率 從54.54至56% 下修至51到53 請問你毛利率 毛利率 50% 如果說我們 他下修到51到53 好了 我們用最低來算 51% 你覺得是高還是低 你覺得咧 你一個 你一項產品喔 你賣100塊 你可以中50塊 你可以中51塊 那你覺得呢 這是高還是低 只是因為他反應 他 他 原本大家預期的太樂觀 所以這市場上是有兩派的 市場上是有兩派的 大家 有人看好 有人又有人看壞 那像今天 可能啊 昨天每股市場指數都在反應這些問題 還有呢 南北韓之爭 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市場指數 全盤揭默 但是我卻是樂觀的看待這個行情啊 我樂觀的看待這個行情 雖然你今天下個281點 我依然樂觀看待這個行情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答案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你想啦 如果這麼慘 這個早盤 它有可能拉到只剩跌 跌33點嗎 有可能嗎 從下跌425點 再拉了200多點 加近300點的下影線 在當下喔 我說在當下 雖然尾盤有下壓下來 這尾盤呢 有下壓下來 12點鐘過後有下壓下來 這是因為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 台子旗結算 台子旗結算 所以今天震盪幅度大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這個 今天的 今天 雙重利空衝擊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台股是收什麼線 台股是收什麼K 紅K 然後呢 它收盤值在哪裡 它有跌破 月線嗎 它有一根長黑嗎 沒有 它有震盪 沒有錯 但是呢 震盪波動幅度大 是因為台子旗結算 但是在雙重利空的衝擊之下 你如果把它解除為利空 我也沒辦法啦 但是確實是利空 但是我認為 就是雷聲大於點小 它還是站在五日區間之上啊 所以整個架構沒有改變 現在還是走向一個區間正當的格局 但是 大家注意一下喔 我在過去幾天 的節目當中 我都跟大家分享 我都有跟大家分享喔 加選指數 的季線即將翻養 雖然呢 現在 在昨天 昨天呢 拉高上去今天反而又下錯下來 大家覺得這行情很難做 你覺得真的很難做嗎 我告訴你 任何的壓回 只要是好股票 只要是 具有價值型的個股 壓回都是你低階不決的機會 所以呢 從大盤的角度來看 季線即將翻養 如果是遇到壓回 你一定要站在買方 你千萬不要隨意的去做空 強勢股啊 那這禮拜呢 今天禮拜三了嘛 明天 好 明天還有台積電法說會 那法說會要關注的重點 我認為都不重要 我認為都不重要 就像艾斯摩爾一樣 台積電的法說會的重點 可能現在今天 或者是明天 應該是今天 大家會跟你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甚至是你收尾盤 甚至收完盤後 晚上 大家都跟你分析台積電 如果在什麼情況之下 行情會怎麼走 但是 10月16號的 我在受邀 訪談性節目的時候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當時呢 美元指數是相當強勢的 我直接下標 大家看標題就可以了啊 我說如果美元指數轉弱 台積電的機會就來了 那時候是什麼階段 那時候台積電是什麼階段 那時候台積電呢 545塊 當天 那一天也是台積電的法說 大家呢 又要再跟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當然主持人也有問我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但是我跟大家講 不管好或不好買就對了 為什麼呢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啊 連 古神巴菲特 連古神巴菲特 都說啊 因為電源政治的關係 他賣 他賣掉了台積電 外資也看不起台積電 不是看不起 不要說看不起啦 甚至呢 張 連創辦人張中某先生 張爺爺 他也不是 他不是說看不起台積電 他也說過 就是說 未來20年 之後 可能台積電不在 半導體業界當中呢 具有領導地位 但是呢 美姐看到的是什麼 美姐不是看那種 看新聞 看媒體 如果說看新聞 看平面媒體 來做股票的話 那也沒有必要看 節目了 你就直接 報紙翻一翻 你就只要四個 四個數字 你如果就只要四個數字 不是理解原因的話 你永遠喔 都被 都被一些消息裡面牽著跑 有時候你要有自己的主張 台積電是不是好公司 是不是賺錢的公司 那我當下 這支影片 我還放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大家都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 紅色這個QR Code 美姐這部影片都還放在 我的YouTube的影片當中 545塊的時候我邀請大家去買台積電 做長線的佈局 我跟大家 我就直接了當跟大家講啊 你做台積電 絕對不是做當衝做格衝啊 那結果呢 那結果他長到 1080 人總有錯的時候啦 你大家都記得啦 巴爺爺 巴菲特爺爺 巴菲特爺爺 號稱古神的巴菲特爺爺 他也賣噴了台積電 他當時也看不起台積電 但是美姐在545塊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台積電的PRO到買點 但是當他長到1000元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不用追 我直接公開 下一個PRO到買點在哪裡 7月26號 就不用講太多了 就是820到850之間 當天台積電跌停 大家看到都害怕都心酸了 是不是這樣子 最低的還要815 最低的還要815 那是不是正好 就像我如同美姐在7月26號領先預告的 820到850之間 是你的波段買點 我就跟大家講啊 不需要去追價 是不是這樣子 暫居在這邊 你如果都有加入美姐Light 小老鼠QQ208的朋友 你都知道 如果你沒有去看主頁美姐發 沒有認真看美姐發的文章裡 你也許你不知道 但是 凡是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得東西我不會去亂刪 結果咧 是不是長一波 長一波你才想追嗎 美姐已經領先預告 下一個PRO到買點在這邊 你現在看我 欸我好像看如說故事 證據在這邊 8月21號 8月21號在這邊啊 在這邊 我就已經跟大家說不用追價 這邊不用追 鴨尾也不是在這邊接 下一個PRO到買點在哪裡 你加入美姐Light 美姐都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8月9號跳光圈口這邊 而且在這幾天的節目上 我每天跟大家講 就是買點 結果咧 昨天大家在那邊討論 會不會創歷史新高差5塊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沒有必要 在這個地方去追價 美姐一直跟大家講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啊 再好股票追高 就是有風險 那除非你給它放10年 再好股票追高 你的風險就是這邊 你追高你的風險就是這邊 是不是啊 那你如果低接的話 低接的話 甚至你545塊的時候 去接領先布局的朋友 我跟妳講 我的會員裡面 都有人都還有 五六百塊的台積電的 這是做長線的布局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近期 旁邊上強設台積電的家族 我們來看一下 5234的達星材料 昨天很弱勢 但是呢 今天 他壓回 開盤開低 但是呢 他卻能夠走高還收紅K 那你覺得台積電真的有那麼爛嗎 3081的聯亞 他也是收了一根紅K啊 收了一個長下引線啊 但是 問題是他這都已經長很多了啊 345的聯軍 是不是一樣 這都是已經長了一大波了對不對 所以你才 因為大家都在講啦 你想要去追 你想要去追 啊壓回了說你在害怕 但是他去留了一個長長的下引線 所以有時候呢 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樣啊 3363的上全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美姐一直跟大家講啊 第一點 我要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再來 再好的股票 都要運用雙高操作策略 好的股票追高 風險高 我剛剛舉台積電的例子給大家聽了 低階獲利高 那台積電的供應鏈呢 會做高低未階的轉換 我在過去我就在10月9號 我從來不叫大家追 追架的 我不是看衰他喔 我不是叫你去放空 千萬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喔 只是追架你的風險 自然比你低階跟領先布局還要高 所以呢 我10月9號我節目公開邀請 我不是隨便邀請的 公開邀請說 還有沒有低未階的台積電供應商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 天生贏家 這是不是低未階 大家自己看 是不是低未階 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都是 還沒有漲 都是起漲點的股票 漲這個樣子啊 結果隔天呢 漲8% 各個交易日漲8% 10月14號 就禮拜一嘛 我直接我都還跟大家講 那天 天生贏家就是2049上癮 還是跌的喔 我節目當中我就必而不講嗎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第一天認識美姐的話 我們來看一看 10月14號那天 我節目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2049上癮 我們節目一下 我不會因為他今天是修正的 今天跌了0.63%我就不講了 我認為他後續還有高點了 為什麼 他抵除了兩年了 我今天還有錄製索媽影音 我把原因都放在裡面 索媽影音 是我對會員的交代 會員專屬的 我已經放在昨天的Light主頁上面 我公開的分享給大家去參考 為什麼我看好上癮 為什麼我看好天生贏家上癮 為什麼我敢跟大家 直接了當的講 講直白的話 2049的上癮 今天 他是下跌了1.39% 下跌1.39% 但是問題是 他已經 長這麼多天了 長一天 但是是強長喔 休息一天 長一天 休息一天 我跟大家講 雖然呢 你沒有跟著 你如果沒有跟著梅姐 在領先布局這邊的朋友 在這邊我告訴你 任何鴨尾都是買點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到 他這日線上 這個打的底部打得這麼漂亮 打得這麼漂亮 我認為都有機會過前高 原因 我放在昨天 Light主頁上面 那你看看 你要去追這種6187 1Run 已經漲5倍的嗎 你要追這種837色羅生 機器人概念 已經漲7倍了嗎 還是你要找低位階的 它半導體設備加機器人概念 但是它的漲幅只有15% 足足一兩年 我都放 原因我放在Light主頁上面 昨天 昨天 已經直接公開給大家 大家可以利用廣告時間 加入我們一些Light Light 我放在昨天的主頁上面 所以公開分享給大家 大家請利用廣告時間 進去看看 為什麼我這麼看好這檔個股 我們希望十下金廣告 帶我回來 的確 唯有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大家有沒有利用廣告時間 加入美姐Light 小老鼠QQ208 去看看為什麼我看好上癮的原因 我錄製在索馬影音 公開分享給大家 我的索馬影音過去 你都知道 你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你都知道 你有鎖定美姐Light 或者是美姐節目的朋友 你都知道 254上黃昌 254上黃昌呢 我8月8號錄製索馬影音 跟我的會員分享 現在是多少 曾經呢 在禮拜一 只能漲到101塊了 當時呢 是在五字頭喔 最低的到56.8喔 我會員有布局在五字頭的喔 五字頭到三位數 8月16號我節目公開的邀請 8月16號在這一天啊 在這一天啊 在這一天啊 美姐不是掌停板 才在那邊馬後跑啊 美姐都壓迫跟大家分享 就像今天上癮 壓迫我照樣跟大家分享 打炒房不用怕 那我都有跟我的會員交代 她是屬於公共工程 你不要搞錯了 不用搞錯了 五字頭到三位數 但是呢 美姐在10月14號的時候 先走一趟 我是不是確確實代見代出 你有看我節目 美姐直接都跟大家講 我在哪邊我都先走一趟 訊息都在這邊 所以你錯過黃家典藏 錯過永捷同心 永到KY 錯過王中之王建策 錯過天生贏家 上癮的朋友 你還想再錯失任何 下一檔布局的機會嗎 對於天生贏家上癮 今天算壓回 但是我認為她後續還有高點 原因我放在Light主頁上面 那麼除了你錯過這麼多 你還想錯過哪些 黃昌你錯過多少% 五字頭到三位數 雖然美姐沒有賣在三位數 但是呢 我相信一整個波段 你有follow美姐影音的朋友 你一路你都有跟隨到 大家也都是口袋滿滿 對不對 一檔接一檔 永捷同心 見側上癮 對不對 你錯過這些 還要什麼機會 來 升官發達 升官發達 壓迴都是你布局的機會 再來 這一檔國泰民安 我要跟大家講 她即將要表態 所以大家 有想法沒有勇氣 不會贏 你缺乏勇氣 美姐給你找美姐就對了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相關注意的人恰許 我收視大家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